大楼变殡仪馆,主观飘尸臭 以临终住念及行善为目的的雪新文教基金会 在台中市这栋住宅大楼设讲堂功能念佛同修 但大楼住户张先生向苹果投诉 基金会临终住念团原本只是做外场 近两年来竟在大楼内办起丧事 他提供今年4月在12楼拍到的这些画面 原本的念佛堂,当天不知诚告别式灵堂 家属皮麻戴孝,亲友道宴后 众人再到站错棺木的二楼 合力把棺木台下楼送上灵车 不但如此,至少期间因为遗体未兵存 还失臭四亿 此外,八楼还住了十多位70岁以上求往生的老人 宣称长期在这念佛往生后不再堕路轮回 苹果探访得知 在此处办伤势得付十余万至数十万元的功德金 大楼邻居说 曾经看过几次从大楼内抬出棺材 很可怕 如果有人打听大楼是否有房屋出租 都会提醒对方 那里是殡仪馆 房仲业者指出 附近房价一瓶至少十万 但该大楼每瓶五万多 还罚人问津 目前除了基金会外 只剩两户居住 苹果记者日前速度造访 发现这栋十二层大楼 白天顶多三四十人 晚上更只剩八楼内求往生长者 及看护不到二十人 感觉冷清阴深 一名年育七十岁的老先生 带苹果参观他住的求往生套房 面积约三四平大 有两张床 矮桌及卫浴设施 环境不算差 老先生说 在这里住好几年 基金会不收钱 但有暗示可以给一点 老先生不愿意透露 为什么住在这里 只说是家人送来的 因为他们在长期 在这边当自工 其实跟他们的家一样 因为他们就是住在这里了 一名被称为蔡主委的男子 则激动地回应 相关单位指出 基金会提供场所让老人住宿 明显规避老人福利法 对安置机构的规定 基金会也不能从事 殡葬等未申请业务 若不改善可依法解散 另外一年半好几场伤事 不论有无收费形势如何 以违反殡葬管理法 可罚三十到一百五十万元 动新闻台中报导 电视新闻台中司 电视新闻台中 Drum内